去吧 跟着歌曲的旋律和词意 老师带领长辈跳舞 一下子手举高高 画圈圈 一下子往左右两边擦玻璃 长辈都要仔细听老师的口令 记住动作才能够跟得上 训练手脑并佑 这样站起来可以这样跳 也是活动筋骨 会有点小小的律动 我们可以把它来当软身 然后不但是可以促进心肺 有时候长辈他们还可以记得住动作 算是记忆力 因为他们可能要记下一个动作是什么 接下来每个人拿一个弹力球 老师教长辈用手掌压 用手指捏弹力球 还要左右手一上一下 跨过脚来传球 让长辈的手更加有力 拿东西的时候才不会拿不住掉下来 我们家宾 我扮了都不错 里面都不错 扮得都很好 上面下面 还要动脑筋动手 像传递东西 有时候长辈他们可能拿个水就掉了 那就是训练一下他传递东西 然后手掌 然后手指头的肌肉 这位王老师原本是教小朋友的舞蹈老师 因为要在家里带小孩 就暂停原本的工作 里长就邀请他每周一到关怀据点 教长辈做运动 看到长辈对运动产生了兴趣 身心变得越来越好 也感到很高兴 我们就去给他妈妈做头梦 我看这个孩子 以前就在跳舞 我说 今天我们做孩子 让我们做老师好不好 他说好啊 这个孩子 真的认识就答应 好 这样我要来这里 和老大人做会 心情愉快 这就是民族舞这样子 然后小朋友这样 小孩教一教便教长辈 其实我都觉得差不多 因为人家说的老人 要教他们更可爱 因为至少他们不会 像孩子一样这么爱生气 对他们还比较可爱 比较贴心 社区关怀据点 需要大量的师资 和多元的课程 才能够提醒长辈 学习的欲望 王老师贡献自己的专长 教长辈做运动 丰富据点的课程内容 也持续精进自己的专长 大长力 赞赞赞 记者正光佩 赖长帮高雄报道 请不吝点赞